我看你们好像每个人都能量很大 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很热 是不是 好 下面开始回答我们共修会佛友的问题 师父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诸位佛菩萨与隆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恩师慈父 如去鸿台长 感恩祝园的法师 义公佛友们 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马来西亚 马六甲共修会 向师父请教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 请问为什么天上 承愿下来救度众生的菩萨 摩合萨 无法了知自己在人间的责任 明心见性 不断重欲犯罪 菩萨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在人间的责任呢 每个菩萨都是这样吗 难道有些人说自己是菩萨 他稀里糊涂的 你就成为他是菩萨 他就迷惑颠倒了吗 因为人到了凡尘 会沾染五欲六成 很多人就迷失了自己的悟性 和你的本有的佛性和本性 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自己 没有把握好自己的本性的 这个根基 所以一个人有根基 还是要靠自己的业力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业力来左右自己身体上的那种佛性和智慧 台长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你是菩萨从天上下来 你不好好的修 你照样成不了菩萨成不了佛回到天上 所以不管怎么样成功不单单是根基 那也是要靠你的自修啊 大人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请问家里种太多的观音柱是否会惹灵性吗 是听到有位师兄这么说 所以有点担心 由于家里目前有种了大约九盆的观音柱 九盆 十九盆都没关系 感恩师父 问题三 红法度人最多是背百分之十的业障 可以拿到百分之一千的功德 请问度人的功德不能直接消掉碑的业障吗 为什么红法度人还得每周烧二十一张小房子来消碑的业呢 我问你 你每天在赚钱 钱够不够了 你每天打工赚钱 你家里钱够不够用了 好 还要问我 一边在做功德 一边不停地努力地继续 积功德 叫积功累德 你才能慢慢地成为一个圆融的一个回报 所以真正学拨的人要不断地精进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忍辱 不断地戒律 不断地才产生般若智慧 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我弟子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 祝佛菩萨及隆天护法 感恩师 师父 卢俊庸台长 师父 感恩助援的法师 义工和佛友们 弟子代表 纽约共修组 向师父提问以下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请问师父 最近观音堂 值班人手有点紧缺 有些师兄还没吃全素 但是想来值班 师父曾经说过 没有吃全素 不要碰伯胎的东西 请问如果这个同修 在值班当天吃全素 是否可以换大杯水 换水果上香 能有条件 最好吃素的人做 没有条件 手洗洗干净 牙刷刷好 这一天吃点素 那就凑合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请问师父 冬至到正月初三 如果每天三波 108遍的往生咒 是否可以把其中52遍 作为功课 剩下的刚好全部点到 272遍一张的 往生咒自修新闻上去 可以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请问师父 有一次师父说 洗热水澡 灵性可以暂时离开 是否喝咖啡 也有这样的效果 好像 最近年轻人有一句话 叫什么 脑洞大开 想得到蛮开心的 喝杯咖啡 灵性正好在上面 咖啡一喝下去 灵性一闻 哎呀好香啊 我醉了 雀草咖啡 你说灵性会跑掉不了 不会 你告诉我会跑掉不了 不会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刚刚说什么会跑掉的 前面说什么 洗热水澡 灵性 当然了 洗热水澡为什么知道不了 你全身水了之后 你的身体有感觉 有感受之后 跑了 听得懂吗 你喝杯咖啡 浑身会抖的 冷的咧 烫的咧 你不知道很多人 过去鬼上生的时候 他就是会抖的呀 所以很多人 巫婆啦 在外面这种人说 哎呀 来了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洗个澡是不是有这感觉啦 一冷一乐 你喝杯咖啡也会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对于不怎么信佛的家人 经常在他面前慢慢念经 让经文在他脑子里经常熏陶 会不会能够进入他的八十天 从而种下善根 帮助他有一天能得度呢 肯定的 每一天就是累积功德 每一天要跟他讲佛法 每一天让他学习 每一天 他就成功了 天天跟他讲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过两天有一个故事的 讲得非常精彩的 给你们听 明天比较后天 我想不起来了 应该是明天吧 非常期待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祝愿师父法体安刚 感恩师父 谢谢 师父您好 你好 弟子给您请安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助那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萨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助那诸位 佛菩萨与隆天护法 感恩师父 感恩法师们 感恩义工们 感恩佛友们 弟子代表马来西亚 普通共修会 提问四大问题 问题一 请问 成愿再来的菩萨 来到人间 于是在人间 最后业障比例 可以去阿修罗道 或者天道 会不会因为 他在天上的愿力 就是在人间度人 即使他业障比例 可以到阿修罗道 或者天道 但菩萨 会不会让他 不停地投人 直到他完成 度人的任务 修出六道 修出轮回为止吗 第一次回不去了 就永远回不去了 还有一次一次的 你成愿下来之后 第一次没回去 没有度好人 没有成愿 能够回 能够顺着你这个愿 能够 人家说就是 圆满地把自己的愿力 能够成就它 那你下辈子就没了 下辈子再让你投人了 莫油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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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 四倍开示 第二个问题 同修最近在找房子搬家 房子的对面就是篮球场 或足球场 好吗 请师傅 四倍开示 太大的地方 空旷的地方 就有灵性 听懂了吗 听得懂 你的后面如果一点房子没有 就没有人气 你一块很空旷的地方 早上你去看 它会有一点点像烟雾一样的东西 在上面 实际上这些是什么东西 还不知道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不能太宽阔的地方 你们家的周围 一定要有点房子的 要有人气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看我们这个会场 到处都是人气 每个人都念经的 每个人都念大悲咒的 就算你不好好念经的话 你坐在里边 你出去 你也会念了 感恩师傅 第三个问题 功德是否也属于六道之外的呢 功德啊 是的 功德 功德又属于六道之内 又属于六道之外 它实际上 它不能用多少道来算 它是本性 引申出来的一种能量体 你做了这个能量体 你就越来越境界高 像菩萨 像佛啊 像僧文道 圆解道啊 菩萨道啊 佛道啊 就越来越往上升 听得懂吗 但是呢 你要是不好好的 没功德 它就慢慢慢慢往下沉 实际上 它只是一个能量体 并不代表 它有什么品位 就是一品啊 二品啊 三品啊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 还有 有的人耳垂很小 但福报很大 这是什么因果呢 什么很小啊 耳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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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师傅 我以为嘴很小 福报很大 耳垂很小的人 实际上福报不会很大 听得懂吗 你们去念经 念到后来 这个会长大的 我不相信 你们没有人念大过 你们现在说 过去你们耳垂子 没念之前 现在耳垂子长大的 有没有 你们举手给大家看看 看 你回头看看 看多少人 放下来吧 听懂了吗 听得懂 像随心变 一个人像菩萨了 他的像就像菩萨 心如菩萨 像就转向像菩萨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 同修的孩子六岁不懂事 拿笔在客厅的墙上乱画 站在沙发上用黑色的出记号笔 把蓝色山水画也画脏了 山水画清理干净 还可以用吗 需要念礼佛吗 要几遍比较好 这个小孩子 没什么大问题的 叫妈妈给他念个三遍礼佛 就可以了 把那个擦擦干净就好了 没关系的 好的师傅 小孩子没关系 师傅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傅 感恩大家 师傅 我们爱您 感恩师傅 谢谢 师傅好 师傅辛苦了 弟子代表美国科罗拉多州共修组 有三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是关于梦境 有一位师兄 梦见自己上了一艘巨大的航天器 师傅抓住悬梯 向下面奔跑的人们大声击呼 大家赶快 这是最后一班了 赶快上啊 这时下面有一位师兄说 哎呀我没带钱怎么办 悬梯上的师兄举手 举起手里一大把美金说 没关系赶快上 我有钱 请问师傅 是否这位在悬梯上的师兄功德有漏 在悬梯上 你说的是上去的还是没上去的 就是在上面的 在上面的就是拿出来什么 一把美金 这个人有功德呀 这还不懂啊 没上去的人什么叫钱了 不是钱就是功德呀 功德不够上不去呀 好的 你以为真的钱 可以买到上面去啊 钱买下面可以 所以过去有句话叫 有钱能使 听得懂了吗 天上菩萨 不要钱 讲功德 讲慈悲 讲善良 好的 感恩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第二个梦境是师兄梦见他和儿子拿着唐朝布空三藏名片 在金光闪闪的群山中寻访布空三藏法师 请问是否师兄母子二人均与布空三藏法师有缘 有可能 如果这些梦境很真实 而且现实当中他做梦做到的时候的确看见三藏法师在某一个位置上 或者他在当时的某一个境界 他像某一个什么人 我告诉你就是他的转世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请菩萨 请师父慈悲加持 就是这个做梦的师兄母子 好好学佛修心 弘法度人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是 一位师兄家里的邻居 有人往生 下葬的坟墓 在邻居家门口的田上 但是这块田的责任人 或者说是拥有人 是这位师兄的父母 邻居当初跟这位师兄的父母说 坟墓会挨着田的边上 但是隔天实际上全部下葬在师兄父母的田中 请问师兄需要念什么经文解决 就是想办法 把他爸爸妈妈先抄上去啊 不是 是他们邻居家有人往生 但是那个坟墓是 就是其实是下葬在 做梦啊 不是做梦 是真实的 邻居家过世了之后怎么样 跟他有什么关系了 把那个坟墓葬在他父母 就是父母所有的一块田里面 葬在父母所有的一块田里面 对 然后请问是需要念什么经文解决 不要念什么经文 卖给他就好了 这个后面的问题确实是问他是说下葬的坟墓在师兄的家田里面可以跟对方收钱吗 哦 坟墓在他家里啊 在在他家里 公墓里面 就是他父母拥有的田 他们把那个邻居就靠着 结果就葬在就是那个师兄的父母 本来这个地方准备做坟墓不做坟墓了 不知道没说 那当然不是太好了 挖出来也不是太好 所以 最好先度他 先临时让他放着 然后叫他念经 学佛 然后让他想通 之后再跟他说 你放在俺家的田里 俺家会备业的 你赶紧把它挖出来 放到另外一块地上 你也开心 俺也欢喜 顾得白 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何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及护法菩萨 感恩前来祝援的全世界的法师们 义工们和佛友们 也再次感恩马来西亚 无私付出的所有的义工们 感恩你们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尊敬的法师们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和义工们 我来自新西兰 我代表新西兰佛友给师父请安 我们新西兰有以下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马上到2019年了 有的师兄家里会有多人 既逢三六九又犯太岁 师兄想尽努力 为他们念诵化解的小房子 为了能更好的帮助家人宵夜 又能使自己少悲业 请问师父 是用自存小房子之介绍送好 还是先向菩萨许愿后 再一波一波念诵效果好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天气预报的记录速度 今天天气都好 天气下雨都好 现在我回答你就是都好 好 谢谢师父 我有点紧张 第一次 谢谢师父开示 第二个问题 师父曾经开示 佛像的背景山水画 不可用在电脑的桌面上 因为个人电脑内 有一些不好的资讯 假如自己站在这背景山水画 前面照相 然后作为个人的微信的头像 是否如理如法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用念李佛大帝 最好不要用自己的头像出来 用一个背景 就是我们说叫空镜头 电影里面叫空镜头 就是没有人的 只是山水啊花呀 这种叫空镜头 你用自己的脸在那里 总是会有些问题的 你要被人家下杠头 你就麻烦了 听得懂吗 是的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最后一个问题是 弟子有一个很愚痴的问题 想请教师父 还请师父不要怪罪 是关于人成 及佛成的问题 成佛需要十个阶题 一级一级往上修 修成及佛成 弟子于痴 人成可也需要十级台阶 每一级的人有什么不同 怎样判断自己 修到哪一级的人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稍微跟你讲几句 白话佛法里面都有好好学 说明你白话佛法没有好好学 人成及佛成 你 我问你 人分级别吗 没有啊 什么都不懂 你说坏人是不是坏人了 好人是不是好人了 圣人是不是圣人了 是的 有修养的人是不是有修养了 是的 小气的人呢 吝啬的人呢 残害别人的人呢 怎么没有分别啊 稍微师父 听不懂啊 你做人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你讲给我听啊 做好人 慈悲的人 众生 好人 什么叫好人啊 讲给我听啊 你的概念什么叫好人 好人 不讲人家不好的地方 是好人吗 是 你们谁上来做个代表 把他轰下去 他是呢 你要记住 看见别人不好 你不肯提醒别人的 你就是 不好人 因为你看见别人不好 你要讲啊 你不带私心 你怕什么 你带了私心就不敢讲 你不带私心 他有毛病就要跟他讲 为什么爸爸妈妈都讲 我们身上有毛病啊 因为爸爸妈妈不带私心 在教育我们孩子 是的 是的 师父 感恩 我理解了 你不是理解了 你吓得赶快 逃下去了 想 没有 我是真的理解了 我觉得 对我有所开示 现在知道了吗 人称即佛称 做什么样的人 圣人 才能接近佛呀 慈悲的人才接近佛呀 是的 我能并 还有犯人呢 他也是人呢 是的 对不对 是 好了 开始 快点 唱歌 再次 预祝 三十号马来西亚 吉隆普的大法会 圆满成功 提前预祝师父 新年快乐 祝师父法体安康 明年 红法 更加顺利 广度有缘众生 我自己也是受益者 非常感恩师父 在这里再次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谢谢 感恩师父 这些孩子都不容易 要对他们严格 你对他们不严格 你就会害他们 他们好不容易发心的 你不对他们严格 你不会害死他们 讲吧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感恩 拿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感恩十方 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龙天父法 感恩无我 利他舍命度众 恩师 弟子代表 西班牙 撒拉钩萨 共修主 请师父慈悲 开示以下三个问题 撒拉钩萨 是 一 观音堂 有主佛台 是观音堂 值班师兄 上香祈求的 还有另外一个佛台 信众随然来上香祈求 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一位师兄点燃八炷香 两个佛台请安上香 还是由两位师兄分别各点燃四炷香 请安上香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怎么两个佛台啊 我听不懂啊 第一个佛台是师兄们上香的 后面还有一个佛台 只有那个香炉 还有一个水果供果 我们 为什么啦 那个佛台是给信众们上香用的 分别信啊 为什么放两个啦 大家都上一个多好啊 你们学的多好啊 你们在主佛堂系上上香 让信众到门口去上香 你说好了 知道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二 不可以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叫真的叫有分别性啊 法师上的香 我跟法师讲的 法师他们自己拜的佛 心中也可以拜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开智慧的众生就是菩萨 菩萨就是众生 愿力所为 所以菩萨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菩萨 佛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菩 感恩师父 二 观音堂的拜殿每天晚上收起来 还是就放在那里不动 第一排有没有固定多少个拜殿 应该怎么放如理如法 三个 平的放 听得懂吗 听懂 如果台长来了 把当中一个稍微往前一点点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三 初一十五 佛菩萨大日子 观音堂上香 应该怎么操作 昂香呢 燃完之后 又怎么放在香炉里呢 大香是吧 对 上香就昂香呀 昂烟呀 点了之后 就点了之后 把火灭掉之后 它烟就出来了 然后你就放在三炷香的前面 听得懂吗 檀香一阵阵的烟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是大香 请佛菩萨来的 一般的烧大香都是请佛来 请菩萨来的 听得懂吗 听懂 这是个大仪式 好了 燃完之后 又怎么放在佛台香炉里面呢 燃完了 就放在香炉里了呀 怎么放啊 用手放呀 是那个 插在香炉里吗 还是就平放在那 就平放地放在边上呀 插在香炉里 如果还有烟 还有火在里边 就插在香炉里 感恩师傅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南无大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来参加 这次法会的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感恩马来西亚师兄们的 辛勤付出 感恩大家 再次恳请恩师慈父 早日历临西班牙开法会 让更多的友缘众生 更加努力修心学佛 广度友缘众生 就苦 就离苦得乐 我们西班牙现在已经有三座观音堂 也有更多的友缘人 走进学佛念经的队伍 也同时邀请在座的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和师父一起祝援西班牙法会 感恩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龙天父法 感恩恩师慈父 感恩大家 感恩 师父好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恩师卢君洪台长师父 弟子代表美国新泽西共修主 请教师父三个玄学问题 结束的时候 前面感恩过就可以了 好吧 结束时间 后面就不要再讲了 好的 问题一 大年初一上头香 或是大佛大菩萨诞成 成道日上头香 可否将窗帘打开 因为外面还是黑夜 烧头香啊 当然可以了 您要注意烧头香吗 菩萨都来的呀 荣天护法 普天同庆啊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 就是菩萨下来了 护法神来了 因为天上没有黑夜的呀 好的 感恩师父 大家知道了吗 问题二 看到彩虹 因为彩虹是菩萨的祥云 可否对着彩虹拜拜呢 随便咯 你想拜拜就拜拜咯 感恩师父 你不要让人家觉得你脑子有问题 你就可以拜了 好的 问题三 师父在白话佛法中 涵盖了许多经典经文的内容 如金刚经 地藏经 华严经 等等 悉尼的师兄们又有机会 聆听师父系统的讲金刚经 请问师父的这两种讲法 各有什么妙处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拜读师父的白话金刚经 马上 已经整理到第十回了 第十回了 干师父 干师父 我实在太忙了 我改完之后 我们的那个编辑真的是很努力的 等我改完之后很快就出来 这次师父先出了第五第六车的佛言佛语 非常精彩 我相信你们已经拿到了吧 还没拿 还有师父的寄语 感恩师父 非常精彩 希望你们好好看看 悟性啊 里面可以看出很多的佛法的这种悟性空性的东西 好不好 好的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预祝师父 30号马来西亚万人大法会顺利圆满成功 祝师父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 感恩大家 今天就万人法会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 感恩师卢君洪台长 弟子代表法国共修组向师父提问四个问题 第一师父在白话佛法里第一册中讲到三读不除 修心则是事倍功半甚至寸步难行 三读就是贪嗔痴 为什么怀疑和功高我慢没有被列入修心的大障碍 五读和三读有区别吗 还是怀疑和功高我慢属于三读里愚痴的一种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实际上他已经把他这个五读里面已经 比方说贪嗔痴慢疑 实际上就列出来了 就是不属于愚痴之类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另外列出来了 实际上愚痴呢就是因为你贪心啊和那个恨心啊 所产生出来的第三种 那就叫愚痴心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么为什么前面三种叫三读呢 因为这个傲慢心啊 贪嗔痴慢疑 慢疑这两个心也是属于这个三读里面出来的 所以他就不是属于三读里面 一般讲都是三读 实际上五读 所以很多人也说你啊 五读俱全啊 他也数出五种不好的东西给你 实际上这只是个说法而已 师父觉得三读是根基不好的根基 因为有三读会画出五读 可能会画出八读 十六读都可以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谢师父 第二个问题 佛友们参加法会办签证的时候 我们共修组会在观音堂帮助大家整理材料 会用观音堂的纸和墨打印复印 请问师父这样如理如法吗 如理如法 非常如理如法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你不打印你还用手抄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第三个问题 请师父解梦 有师兄梦见自己睡在别人的枕头上 这个别人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 并且他把口水留在了上面 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人家帮他背了 他把口水留在人家枕头上 人家洗了 洗 洗了是不是要帮他背了 是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口水了 口水有毒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最后一个问题 同修转了自己全部功德的80%给家人 他自己的功德少了 会不会增加他的业障 会不会影响他的智慧 接下来需要该怎么做 继续努力做功德 越做越多 你给掉了 你还要积累啊 积累了多 给了多呀 积累了少 给不出来了呀 继续做 努力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 感恩观世仪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以及各位法师 佛友义工们 感恩大家 师父您好 您辛苦了 感恩南无大慈 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仪菩萨 莫荷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 卢君洪台长 师父 感恩法师们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佛友们 义工们 弟子代表美国 费城的共修组 向恩师提问 以下四个问题 费城的人 嗓子不得好啊 对不起 费城嘛 很费力啊 讲吧 问题一 有些师兄 非常想住院 师父的每一场法会 他们努力克服 各种生活上 和心理上的阻碍 有时甚至不被 家人所理解 这算是执着 或不够随缘 感恩师父 他叫努力精进 拼命地去追寻 那些好的东西 有什么不好啊 家人不理解你 那就是说明 你们跟家人 还有差距 家里人跟你 还有差距 你要多度家人 听得懂吗 多帮助他 实在不行的话 那先就不要出来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不要出来 看看录像也可以的呀 对不对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能出来就出来 不能出来就好好念念经 对不对 也不能把家里甩了 对不对 家里们尽量去度他 让他以后支持你们就好了 这么多人 他们怎么出来的了 感恩师父 问题二 孩子学佛念经两年了 自己念诵功课 每天也可以完成三到五章的小房子 如果在没有得到菩萨梦境的提示下 如何判断孩子念经的质量呢 感恩师父 如何判断孩子的念经的质量 这孩子很乖很稳 这孩子念经就念得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孩子念经念得很烦躁 整天一会儿念念跑跑 一会儿去动动 这孩子说明心不定就念不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又废城了 问题三 有同修从学佛到现在 小房子日期全部写的是17年18年 而不是写的20172018 没写前面的20 念了1500多张 这小房子有效吗 应该怎么办呢 需要念你佛吗 感恩师父 你问他比我还清楚 他烧下去之后效果好不好 你问他 如果他说效果还不错 那就下面地府接受了 鬼接受了 拿了也可以的 如果他不接受 那就说明他这个小房子没用 就像你拿张支票一样 你不写前面20几 你一期 人家银行接受了 就有用 人家银行不接受 你这张支票就没用 重新写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感恩师父 问题是 成愿再来的菩萨 一般在人间做了哪些恶业 会让天上的莲花和果味 没有了呢 感恩师父 今天好像好几个问题都讲了 成愿再来菩萨 好像下面做了很多都觉得 他自己是成愿菩萨来了 哎呦不得了了 哎呦不得了了 我肃然起敬 哎呦不得了了 啊 有的人还没讲了 很谦虚的 但是你们已经是成愿了 要记住了 做了什么恶事 做了很多的恶事 包括挑拨离间 包括出 佛身上的血啊 包括 诽谤啊 包括 你自己背后因人 做缺因德 听得懂吗 为什么缺因德 比缺羊德还厉害 缺羊德是骂人 打人 缺因德是背后搞人 搞人的人 就是生骨癌 很多人就会被他拖走的 因为你是阴的 他就突然之间出车祸 就这么走掉 让你不知道 没有防备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缺羊德的人啊 就是骂人啊 打人啊 讲人家不好啊 或者当着面啊 很厉害啊 好 这里通啊 那里通啊 都是羊的 看得见的毛病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我们一定会精进努力 修行修行 专注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的好孩子 师父 我们爱您 谢谢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例子向师父请安 例子仅代表马来西亚古镜共修会提问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同修在殿里有个供菩萨的佛台 现在准备搬到自己家里 但佛台有点大 进不去 请问可否把佛台 截断一分为二 然后再隔起来继续供奉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的意思就是佛台搬进去的时候太大是不是 对 那么聚开来没关系的呀 它本来也是装订起来的桌子呀 对 聚开来再把它放放好门就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 螺丝把它拧得紧一点就可以了 好 感恩师父 问题二 一位同修梦见亲人叔叔和父亲有一些古董硬币和古董 拿去鉴定说是假的 然后看见一包硬币外边纸上写着同修过去没声闻的名字 请师父解梦 做梦是吧 是的 小房子质量有问题 小房子 好的 感恩师父 问题三 请问孩子自闭症身体不好体质弱 是否能为孩子许愿十万遍大悲咒 祈求菩萨消除孩子身体差的业障 保佑孩子身体健康呢 可以 可以的 好 感恩师父 我的问题问完了 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星菩萨 感恩诸位佛菩萨及龙天父法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感恩大家 感恩师父 师父好 弟子给恩师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星菩萨摩河沙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父法 感恩恩师师父卢军宏台长 感恩法师们 感恩义工们 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 弟子代表美国大华府共修主 提问以下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孩子二十岁是跟学校信基督 最近病故因为这么年轻就走了 教朋友们很努力为孩子祈祷 父母如果想念小房子敲度可以吗 可以啊 跟南京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这段时间我跟老公的二元爆发 心里很难过 我就其观星菩萨 我还欠不欠我老公 你啊 不是我 希望 我一想就你这么年轻 怎么会已经老公老公的了 我替这位犀牲忘了 希望观星菩萨在梦中集点我 然后当晚我做梦做到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一起去外面吃快餐 两个人没有交流 付钱的时候 我老公拿了一张一百的给饭店老板 意思就是我们两个的饭钱一起付了 我不要他付 从自己身上拿出零钱给老板 边上排队买饭的人就说 你就让你老公付吧 他付不是很正常吗 我很坚定的说不用了 我自己付 然后他们就不说话了 这个梦是说明我 不是欠我老公的吗 他们两个已经分了没有了 对不起我不清楚 他前面说他们两个人分了没有了 跑上来 这段时间我跟老公的二元爆发 那还没有 要特别担心啊 二元来了 应该可能会分掉的 付一百块钱叫一了百了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事 叫他赶紧念姐姐奏啊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有人梦见他送一个红彤彤的财神到庙里 请问师父什么意思 这个人送一个红彤彤的什么 财神到庙里 他是吧 应该是 他要发达了发达了 OK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我们的业障 我们自己背 最后预祝后天的吉隆坡大法会 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感恩大家 感恩尊敬的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大家好 弟子代表马来西亚 瓜拉选儿工修会 向师父提问几个问题 问题一 请问态度决定一切 这句话用在学佛上 如理如法吗 态度决定一切啊 是的 很浅的 很浅的 态度只是讲人的一种态度 一种形态 这种形态 你有多少高度 你很高 你对这件事情理解 讲话 你心中这个心态 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力的高度 心态 高度 都是这样 实际上讲的是人间的 菩萨讲的是境界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可以这么讲 说啊 可以这么讲 但是问题 实际上他离佛的境界 差得太远了 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 问题二 年终大扫除有何讲究 除了初一十五 佛诞日之外 农历十二月二十五 大扫除可以吗 有哪些日子不可以的 大扫除都可以 一般的白天比较好 天黑了之后 就不要去大扫除了 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问题三 请问师父 我们已经许愿吃全素 如果蒸锅中 有昏食蒸的情况下 带皮的鸡蛋 也在这个锅内蒸 去掉皮后 鸡蛋可以吃吗 你说什么 那搞不懂 我们已经许愿吃全素 如果蒸锅中有昏食 蒸的情况下 带这皮的鸡蛋 放在这个锅内一起蒸 我们可以吃吗 可以 感恩师父 就是说人家在蒸昏食 你放个鸡蛋在边上 蒸熟了 剥开之后能不能吃 那尽量不要吃 如果实在没办法 吃那么就吃了 听得懂了 听得懂 你总会有味道进去的呀 是的 茶叶蛋怎么来的啦 茶叶会跑到鸡蛋里面去的 味道进去听不懂啊 你昏的味道 进了鸡蛋里面 你这鸡蛋就有昏味道了呀 好的 感恩师父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 现在冬天很冷 裤子外面是黑色的 乱讲 现在这么热 对不起师父 跟你开玩笑 裤子外面是黑色的 里面是黄色的绒 这种裤子可以穿吗 因为师父说过 裤子不能穿黄色的 里面是黄色 可以吗 你里面穿什么颜色都可以 听得懂了吗 你外面不能穿黄色 哪有裤子穿黄色的 怪怪的 你不是练武功了 跑到舞台上去 好了 好了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师父你好 地址 地址代表 马来西亚 沙拉越 西部工修会提供三个问题 一 师兄的先生梦道 大约有六十只 甲鱼在树上 我们知道 甲鱼梦道是好的 但是树上是什么意思呢 现实中 师兄的先生 现在在住院 请师父 开始 甲鱼是长寿 甲鱼爬到树上去 那叫严寿 感恩师父 问题二 楼空的或者像类似花边的衣服不能穿 那么可以用来做穿连或者不连吗 可以 可以 穿在身上不好 感恩师父 破破烂烂的 过去人家说富贵衣啊 就是要饭的人 一个洞一个洞的 现在很多女孩子还觉得很时髦的 一个洞一个洞的 你看牛仔裤 穿着一个洞一个洞的 你说这种人会有钱不啦 哪有一个有钱的人穿个牛仔裤 全是洞啊 好 问题 最后一个 同修的母亲去世不到半个月 在同修老家去世 我过两天路过同修所在这城市 顺便把念好的小房子 接约给他 不要这么悲伤好吗 你这么悲伤的话 你的小房子质量不会很好的 你要超度他 听得懂吗 念经的时候有法喜的念 不要很悲伤的念 悲伤的念的人 效果小房子不好的 因为你超度别人 你是很感恩他 你就是在你身上的灵性 你要感恩他 你使我念经了 使我现在念小房子了 使我精进了 使我现在能够超度你了 超度你之后 我也有功德 你这么想的话 你会悲伤吗 对 同修让我去他家住一晚 请问同修母亲过世不到四十九天 我到我能在他家住吗 感恩还是 吓得了声音都变掉了 你就开 把那个 如果你觉得这个 要帮助他 对不对啊 他是好佛友 你当然可以到他家去了 找几个人去啊 把大杯都开了 如果你自己能量不足 身体不好 自己本身就很害怕 那你去干嘛 你到了半夜里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 我问完了 感恩南无大师大悲 救苦传 诸位佛佛萨 感恩南无大师大悲 救苦传 观世佛萨 摩尔沙 感恩南无大师大悲 诸位佛萨 龙天佛法 感恩师恩师父 佛佛台长 念经啊 念什么经啊 好像没听到过吧 这些孩子都很老实的 挺好 师父好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河沙 感恩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及龙天佛法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准例子 代表香港共修主 上师父提问 三个问题 问题一 白发佛法说的 试掺 事先把自己洗干净 然后到菩萨面前 诚心忏悔 把自己所要忏悔的心 和事都讲出来 给菩萨听 犹如自己从里到外 都在忏悔 试掺 其实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 用一种表面的形式来忏悔 试掺 其实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 请问师父怎样理解这句话 感恩师父 是他们就对这件事情忏悔 还有一个对整个事件 你的理解之后的忏悔 叫李忏 听得懂吗 你针对这件事情 你对你男朋友不好了 或者跟他分手了 你很难过 是你做错的 使他离开了 你就对这件事情忏悔 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 还有一种 我不应该用这种思维去做 我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我不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做 那么就是懂道理之后 我再来忏悔 明白了吗 刚师父是被开示 一个视察一个叫李忏嘛 问题二 师兄的梦境 请问一个梦境 梦境开发会 师父亲手发了四件一公服 有红色黄色粉色 其中一位师兄拿到红色 而很多男童修穿了黄色的 有戴领子的 有不戴领子的 请问不同颜色衣服 代表有什么意义呢 黄色的金光色呀 很好的呀 红色的是什么 红色的像护法神一样的呀 像戒绿的呀 听得懂了吗 粉红色的正在着降成长 内心善良 慈悲 希望他们多多度人 听不懂啊 当然师父 好了 问题三 昨晚梦 昨天晚上梦见我爸 把我妈的牙齿 用锤子锤了 拔掉了不拉 他说的是锤了 锤了之后锤上牙 还是锤下牙 下面的牙齿 然后 下面的 对 然后把我下面的牙齿也锤了 你当心点吧 这个是师兄的梦境 那肯定你爸爸要修理你了 然后牙齿和血吐了满口都是 在这之前 我爸在家一直发脾气 请问这预示着什么如何化解 这还不懂啊 预示着你应该先拿个锤子 先把你爸爸上牙给我瞧下来 开玩笑 当心点了 赶快念姐节奏 跟你爸爸化解恶缘了 听不懂啊 赶师父慈悲开示 弟子今天的问题问完了 赶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赶师父 赶 赶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赶大家 师父好 弟子向师父请安 感恩 恩师卢群红台长师父 感恩 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新加坡 共修主有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师父曾经说过 妄语会伤害一个人的根基 请问师父 除了妄语 还有什么习性是非常伤害根基的 除了妄语之后 你想想看 贪心 是不是伤害啊 恨心 是不是伤害自己啊 愚痴心呢 觉得跟人家都不合群 看谁都看不顺眼 有傲慢心 自己难过吗 觉得人家怎么数字这么低啊 你的数字最好 你说你难过不难过啊 对不对啊 怀疑人家难受吗 怀疑人家会出人命的 你天天定着人家怀疑 你自己会怀疑到后来变神经病的 对不对啊 你说这种习性对自己 心中都会产生不好的 不良的副作用的呀 从现在话讲叫负能量呀 听得懂吗 所以要正信 要正念 要相信别人 能够依靠 自己的正信正念 来解决一些问题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此为开示 问题二 在佛子天地游记中 有一个势力是一个人 修别的法门 修得很好 本来可以上天的 但是却因为阻碍亲戚 修行心灵法门 最终投了人 请问师父 什么样的因果会让一个人努力的寻求正法 但是正法来临时却又无法分辨 甚至诽谤正法 请师父慈悲开示 大家都在修的 一定是好的 大家一定都说好的都是好的 只有少数人说不好的 那这些人就是属阴的 太阳阳光照耀每个地方 月亮不能照耀每一个地方 听得懂了吗 所以大家都在学 每个人都有体会 每个人都发起充满的学佛 每个人就懂得应该怎么样改脾气 每个人的家庭好了 脾气都好了 每个人都能容忍包容别人了 每个人都精进了 不愿意跟别人做恶人了 这个人就是学的正法 所以每个人都关心别人了 这个人就是慈悲心出来了 所以要知道什么样叫正法 看一看 你所学的东西之后 你是不是人变得善良了 变得慈悲了 变得容易关心别人 愿意爱护别人 愿意理解和包容别人了 能够懂得爱国爱民了 能够学了佛法之后 能懂得遵纪守法了 这个人难道学的不是正法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三 请问师父 我们在用第七意识去分辨 好坏的时候如何不造业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七意识 如果你分辨的时候 它不会造什么大业的 为什么 在分辨当中 就是意识当中在造业 并不是代表你的行为造业 听得懂吗 分辨意识除差错之后 到了你八十天中之后 有八十天中 才会指挥你的 行为和语言 和你的意识来造业 所以第七意识 它是一个像检察院一样的 第六意识 它是一个 各方面的接受意识 通过你所见所闻 反馈到你的心里之后 由第七意识来辨别 我今天这件事情是对的 错的 然后错的对的 在你心中形成个概念之后 进入你的第八意识 才开始有行动 所以第七意识 并不会直接对人造成伤害 最容易伤害的 就是他自己本人 因为难过和愤怒 或者和嫉妒 或者和一种愤恨 所有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怀疑等等 全部累积在你第七意识当中 而不能发出来 因为第八意识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人就不停地 在伤害自己的良心 和自己的本身的这种信心 所以很多人 不愿意跟人家讲的 实际上的纠结 就在第七意识当中 他不知道对的错的 所以他不愿意告诉别人 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 你可能会告诉别人 当这件事情你判断 觉得这是错的 我也会告诉别人 只有当你自己 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对的错的 还不想告诉别人 那么伤害的 就是你本身的心灵 所以要懂得 第七意识 不会伤害别人 只会伤害自己 让自己的第七意识 要清楚明白 第一 多看白话佛法 第二 根据实善业 来对照 你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属于善的 如果不属于善的 那就是恶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要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就不可思考 ский treating